大家好,我是王珀 今天这期我们讲怎么培养自己的正能量 我给大家几个有效的方法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福特总裁 他的一句关于正能量的名言 对,这个福特就是那个福特汽车的那个总裁 他跟别的汽车承车商可是不一样啊 因为在他之前汽车是一种奢侈品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的 但是福特把它变成了大众化的 这个汽车用品 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它是第一个用生产线来生产汽车的 所以汽车的整个生产成本就下降了 他说了一句话 非常对我们有启发作用 就是对于任何一件事情 你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你行 你就行 如果你认为你不行 你就不行 不管你怎么想的 你总是对的 Whether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or you cannot You are right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文的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是你的思维方式决定命运 你是选择积极还是选择消极 如果你按积极方面想 那么你就不自觉的会往那方面去做 那么成果就会出来 你往消极方面想 那就你就会往消极方面去做 那么结果就是消极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重要性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积极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 第一个 把你的注意力 总是给那些个积极的东西 不管这件事情多么的渺小 比如说你一天当中开始了之后呢 这一天呢永远不会完美的 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如意的地方 不管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多么的渺小 多么的不重要 比如说我去上班的途中啊一下子堵车了 肯定如果你觉得觉得很讨厌呢 每个人都很讨厌堵车 但是他总是有他积极的一面 堵车有什么积极呢 比如说我堵车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听有声书 哎这个时候我可以学到知识 因为啊你听书的时候啊 你不会把那个注意力放到堵车上面 时间就会不知不觉的过去 第二个呢就是哪件事情如果你没做好 或者做错了 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到 哎呀我这事情是怎么做错的 你要把它放到 哎我下一次在做的时候 我怎么避免这个错误 就是说把自责呀 悔恨的懊恼这些个负面情绪 把它转移 转移到哎怎么做得更好 这些积极的有于提高的这些方面去 第三个呢就是和积极向上的人交往 让他们围绕在你的左右 因为你就会从他们身上受到感染 因为他们总是在谈着不同啊 积极向上的态度啊或者解决办法呀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啊 总是想怎么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看到问题以后怎么办发愁 比如说我 我就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 我觉得我对外面发出的很多能量 就是正能量 再下面一点是 在负面那些情绪 还没有开始把你修好之前 你就要先把它遏制住 把它们从你的脑子里剔除出去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不知不觉呢 就把它放到一个负面的思维方式上 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忌妒啊 或者是抱怨啊 或者是八怪啊 你想想这些都是消耗你的能量 消耗你的情绪的 如果你把这些给剔除出去之后呢 就把你的能量放到积极的 对你发展有利的 让你个人成长的这些个方面去 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经常会收到大家的这个评论 绝大部分的都是非常的积极的 非常肯定啊 非常这个对我有赞扬的 但是也有人他会对你做人生攻击 这时候你马上脑子里要意识到 我马上意识到啊 这是负面的东西 这时候呢 不要去想 哎呀去辩解 哎呀我不像你说的那样啊 我想去辩解自己 哎不要这样 因为你要意识到 这是个负面能量 如果你去辩解了 你一下子就把这个负面的 阴暗东西给接住了 你等于就是 把它搅在你的生活里面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意识到 意识到之后呢 转身走开 这么好的生活 这么美好的阳光 为什么要放到那个 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上面去呢 所以自己要有这个明确的意识 另外呢去诋毁攻击呀 或者是八卦你的人呢 他们呢其实也不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你不会见到一个非常快乐的 对生活非常满足的 非常有积极上进的人会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本身也是充满了气氛 充满了不快乐的感觉的 所以你要注意 正面的能量呢 会让你吸引到 有正面能量的人 哎 负面情绪的人呢 他会吸引有负面情绪的人 所以你看那些喜欢八卦的人 总是喜欢在一起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要真爱自己 那么有的人会说 我很想让自己变得积极向上 可是有时候意识不到 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人有这种意识啊 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我们要利用人的这种 对我们有利的这个特征 我教大家一招就是 如果你心情变得不好了 你就要很警觉了 哎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哎 这是一个征兆 你根据这个征兆去探索下去 哎 为什么心情不好 是因为这件事 是因为那件事情 还是因为 哎 我听说我这个同学 最近这个升迁了 我有点忌妒啊 哎 你意识到的是这个原因 原来是一种忌妒 忌妒是一种 负面情绪 哎 但是我没有那么宽广的心胸啊 我 我怎么才能 看见他比我好 但也快乐呢 你要想啊 哎 我们如果 忌妒别人 其实你的潜意识力 你是觉得你也有这种潜力 可以达到那个高度的潜力 只是你还没有 到 那个程度上 那么我们通过正面思维 就可以想啊 如果我想达到和他同样 这个高的程度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呢 我自己做努力 哎 也可以上去 这是积极的好的 另一方面呢 当然我可以生气呀 通过把他踩到脚底下 对他进行一个负面的影响啊 哎 我也会比他高 所以你 很明显 你就能 哎 知道了 哎 我应该选择哪一种做法 对我更有利 然后对我的朋友 对我的同学也有利 我们呢 既能保持有余 还能够大家一起成长 所以大家看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 能够做到 呃 生活态度积极 然后呢 你会吸取到更多的正能量 因为你散发出来更多的正能量 他们是互相信的 嗯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 还没有订阅的 欢迎你订阅 嗯 我在YouTube和Podcast上 都有自己的频道 也欢迎你跟你的朋友分享 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 和我一起做五分钟的冥想 找到个让身体感到舒适的姿势 做好 把手放到舒适的位置 轻轻地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一口气 感受一下空气从鼻孔吸入 逐渐充满肺部 慢慢移到腹部 呼气时 感受一下空气从身体里 慢慢经过鼻子或嘴 呼出的气流 继续做深呼吸 同时感受一种平静与安宁 慢慢慢慢不到你身体各个部位 从头到脚 它让头部放松 口腔放松 口腔放松 脖子放松 肩膀放松 胸口放松 腹部放松 后背放松 后背放松 腰部放松 腰部放松 注意到 注意到身体 身体哪个部位 身体哪个部位还没有放松 深吸吸一口气 深吸一口气 想象平静与安宁的空气 在那个部位散开 慢慢呼出一口气 让这个部位自动放松 如果你的脑子走神 像我一样想到以前发生的事 或明天要做的事 轻轻地把它拉回来 不要埋怨自己 学会对自己的宽容和善待 放松身体 就像要睡觉时那样 想象你的心里感到很温暖 随着一呼一吸 让这种温暖慢慢延伸到身体其他部位 逐渐全身都感到很温暖 安宁 想象你身外的大自然 你所呼吸的空气 把你与大自然连在一起 你每次一呼一吸 你的身体就一起一伏 想象你凝视蓝天时 你的心融化在无限的天空中 所有的思绪和情绪 都融进这广阔的天空中 你的大脑变得清晰 你现在在这沉静中放松 慢慢地把你的注意力 拉回到你的身体上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你坐在座位上的感觉 慢慢睁开双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